这肩子,这肩子会更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末日剧《逃出未成》 影片开场,一个浑身适血的男子倒在了河流里 看着不断吐血的模样,显然不像是什么好事 而今天男主准备去见见自己的儿子安东 但前期显然没给男主什么好脸色 本来他想要拉着孩子回去的 没有想到大街上此时有些骚乱 原来有个男子倒在了地上不仅渴血,还瞳孔发白 这模样主要是有些下人 另外一边,土豪哥大胖准备去见女儿宝丽娜回来 自从妻子去世后,女儿就叛逆异常 每次都是大胖花钱摆平了这些事情 面对大胖的衰退念,女儿完全不在意 路上他们还差点撞到了一个老妇人 可眼前这个老妇人好事下了一半,瞳孔发白 竟然和之前那个街上发病的人一模一样 晚上男主和妻子安雅以及妻子米夏和大胖一家人吃饭 两人都是重组家庭 一个是多了个儿子,一个是多了个怀孕的妻子 不过这顿饭吃得并不顺利 两个孩子早早离开了饭桌 安雅也看不惯大胖在餐桌上显摆 最后双方不欢而上 回到家后,新闻正在紧急播报 城市中出现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传播的速度非常快 感染的人红膜会变红,然后可血 感染之后3-4天就会死 有些人甚至更快 主持人说根据最新的数据 全国一共只有200人感染 这让专家坐不住了 直接表示单单莫斯科感染的人数都超过2000了 然后新闻就被切断了 事实证明专家说的是对的 感染的人数在急剧飙升 虽然大家都开始戴上口罩 但还是难以抵挡这恐怖的病毒 今天学校这边来的群身穿防护服的人 因为学校有感染者最后这里全部被封锁 而感染的孩子被刨一身白色物质抬了出去 男主的前妻看到这幕脸色大变 急忙连接了儿子 儿子躲在了更衣室里 前妻好不定才将他给弄出来 两人急忙离开了 很快莫斯科就被封锁了 民众们异常愤怒 越是封锁越是混乱 现在外面非常的不安全 而男主的父亲竟然深夜造访 父亲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发现 外界的病毒比想象的还要恐怖 所以准备带着男主躲起来 但男主放心不下前妻冒险激动到城内 最终带着前妻和安东冲了出去 而此时一群带着面罩的人挨家挨护的检查 来到大胖家的时候 发现对方竟然有一个怀孕的美娇娘 甚至冻起了外星师 大胖被打倒在地 还是宝丽娜用剪刀戳手的对方 还好男主的父亲有陷阱之名 随身带着枪 不然这些人冲起来 他们估计都要凉凉 有些人借着末日干起了烧杀强烈的勾档 就这样两拨人再次聚在一起 只不过这次多了男主的父亲 以及前妻和儿子 一个是前妻 一个是现乐 这让男主有些尴尬 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们开着三辆车出发了 可惜因为男主拿出的汽油 导致其军辆车子半路泡锚 现在就很尴尬 父亲寻望大胖有拖链吗 大胖本想拿出来 但看到男主的父亲开始咳嗽 以为他感染了 表示我去拿拖链 你们在这里等我 实则他是准备带着佳人开溜 但因为半路上怀孽妻子想要方便 没有办法大胖只能停下 没想到反而保住了他们一命 因为之前他们杀死的 那个男主的同伴追来了 这群人手持枪制 三人根本不敌 也得亏这群人起了内讧 才给了三人机会 但车子也被开走了 男主许久不见大胖联系 猜测他们可能抛下了自己跑了 没有想到最后大胖突然联系了他们 表示脱钩在这里 需要他们过来一趟 可等男主来了之后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不过附近有一个加油站 最终男主他们还是没有抛下大胖几人 大家一起一起去了加油站 而加油站这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大胖还想用钱买一辆车子 但根本没有人了他 就在此时 有个人咳嗽 周围的人领事都变了 更是有陌生人从背后戳死了这个人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吓坏了 就连男主也开着车子逃走了 只留下大胖三人 无奈之下 大胖只能寻求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帮助 可这个工作人员 看宝丽娜年轻漂亮 打起了主意 大胖那么可恶 只能选择离开 而男主最终还是回来了 然后配合大胖将工作人员制服 拿到了不少气油 现在加油站这里 还剩下一辆车子 主人倒在了地上 不过米夏表示这个人根本没有感染病毒 他的瞳孔还是正常的 所以大胖他们将这辆车子加满油后 跟着男主他们一起离开了 男主的父亲表示 在湖边有一艘被冲上了船 那里现在很安全 他们可以去那里暂时躲避影 不过周围的无线电影竟然被人给窃听了 但对面这个人显然已经感染了病毒 他希望在自己死前找人帮自己祈祷 米夏虽然有点问题 但他记得祷告池 沿途他们找了个地方站营 宝丽娜和米夏年纪差不多 经常挑逗米夏 本来他们只要继续赶路就可以到达那个湖 可半路上发现有车子挡住的去路 而地上都是尸体 男主准备将车给挪开 没有想到发现后组还有幸存者 被缺的他被这个僵尸之人给捅了一刀 好在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顿房子 可这里什么工具都没有 该怎么办呢 还好房子边上有人 他们总算借到了征线 前妻虽然把男主缝合了伤口 但男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否活下去 没有人知道 而两人妻子在车上聊得起来 当初的他们为什么会离婚呢 主要是因为前妻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孩子和男主分传续 他以为男主可以忍着 谁知道男人都是大猪体子 最后就这样变成了前妻 而那个提供征线的男子熊王安雅 说你们有食物吗 能不能给我一点 安雅没有多想就拿出了一些食物 而宝丽呢还在继续调到名下 这两个年轻人真的很会玩 而男主的爸爸在屋子里找到了点酒 喝完后开始发酒疯 让众人以为那虎人追到了这里 此时大胖也不见了 他们还以为大胖跑了 时则他去找一名认识的兽医 准备帮男主处理伤口 毕竟现在想要找到一名医生真的太难了 有受益的帮助 男主好了不少 几个女人总算可以好好的休息一方 甚至整个三男 可很快 那个拿针线给他们的人就暴露了墓地 甚至打运了米下 还好大胖及时回来发现了这一切 冲入到他们的屋子 才发现地上都是血迹 里面的人正在吃生肉 而且他们似乎都感染了 看到此情此情 大家只能开枪 此时画面一转 眼镜男和自己的叔叔 准备去医院那边拿药 然后此时的医院 招禁如同人间另一般 到处都是尸体 就连当初答应帮他们拿药的医生 最后都删掉自杀了 甚至在医院 他们还遇到的火躲在这里的 眼镜男的眼镜还被撞碎了 好在最后他们找到了所需要的药 最后离开了医院 眼镜男答应过一个男孩 一定会带药回去的 不过在半路上 他们差点撞到了暗东 就讲双方结死了 在得知眼镜男是医生后 前妻急忙拉着他为男主检查 好在男主恢复的还不错 也为了感谢眼镜男 前妻为眼镜男戴上了眼镜眼镜 虽然度数差了一些 但这也算是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不过你们两个这氛围 是不是有点过于暧昧 随后双方就兵分两路 不过他们的必经之路 竟然被炸断了 得亏不是半夜开车 不然就完蛋了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虽然远了一点 但能够抵达目的地就行了 可惜半路上 车子卡在了雪地里 一行人折腾的好一伙都没有成功 最后还是一名哑巴开着长车 来帮他们 甚至给他们提供的备单和住所 看来在末日中也是有好人的 夜里两个小年轻 躲在了车里研究身体的奥秘 可第二天男主和大胖等人 就开始透哑巴的气容 他们想要离开这里 哑巴回来后看到这一幕 只是涂了口口水 显然是不屑他们的行为 当然也没有想挽留他们的意思 而眼镜男这边 本来即将抵达村子 却被一伙人给拦了下来 他们甚至开始抢夺车上的药品 叔叔想要阻止 但最后被打得悬落模糊 还好男主他们正好来到了这里 前期举枪穿了过去 最终也只救走了眼镜男 可一行人并未追到 安东竟然下车了 原来他之前受到躲避坏了 可再次回来后车子不见了 而一些人只顾着逃亡 甚至在半路上还遇到了一伙军 他们准备送这些人去训练营 男主意外从对讲机中 得知他们勉强逃过的一截 要是军队追上来 他们就完了 很快他们就发现 安东不见了 现在最低军队再次回来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的空余 那么安东到底去了哪里呢 原来他走着走着 来到了附近的村子 还没有寻求帮助 就看到了被屠戮的民众 安东吓坏了 躲在了医院里 最后还是一位 同样躲在这里的大姐救了他 并将安东带了回去 所以等男主等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遍地的尸体 却没有看到安东的身影 前妻都要崩溃了 不过这里没有尸体的话 说明孩子很有可能被带走 送往隔离中心 所以前妻穿了过去 而此时那个带走安东的大姐 正带领着剩下的村民们 站出来反抗 因为那些被带走的人 结局都很惨 根本不是送去救治什么的 所以在这里双方相遇了 最终爆发了战斗 虽然经过一番波折 但总算找到了安东 本来几人准备继续上路的 没有想到男主的妻子安亚 开始剧烈咳嗽 甚至咳血 显然他被感染了 安亚也担心自己传染给其他人 虽个人躲在了车里 但他的情况显然很糟糕 儿子米西亚引进 再次发现了一个防止 进去后才发现 这家人都自杀了 显然也是感染了病毒 他们将这里 当成了临时的驻扎点 眼镜男并不担心自己被穿了 那是因为在病毒爆发的初期 其他人都死了 他却完好无恙 显然他是极少数的免疫者 所以照顾安亚的任务 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但也因为这里有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为了安全 他们将防止分割成两半 大胖的妻子一直想要离开这里 因为他觉得这里都是臭味 还有病毒 待在这里显然不安全 而宝丽娜也因为和米西亚闹了矛盾 最终同意离开 所以大胖带着妻女先撤离了 心房易软的男主开始喝酒 甚至想起了自己酗酒不靠谱的父亲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总会说一些善良的话 大家的心情都变得很压抑 好消息是经过眼镜男的治疗 之前已经泛白的眼镜恢复的正常 有人被救活 却也有人死去 男主的父亲心脏病突发 因为发现不及时 最终还是死了 不过临死前 他看到了安亚没事 总算安心了 反正眼镜男想要离开的 因为他可以免疫病毒 如果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他愿意奉行自警 可前妻不希望他走 最终眼镜男同意将他们送往湖边小屋 再离开 可才行手的半路上 他们就发现了大胖的车子在路边 地上都是血气 到底发生了什么 米西亚想要去找保丽娜 却被男主给阻止了 因为他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米西亚嫉妒了倒在了地上抽搐 那么大胖上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原来当初他们发生了车祸 怀疑的妻子最终当下了死因 然后开始变得神叨叨的 好在他们找到了一个房子 不过这个房子显然是有主人的 大胖只能将它关在了地下室里 与此同时 男主他们也终于找到了父亲所住的湖边小屋 当然本质上这只是一艘船 但有人似乎比他们先不来到了这里 很快男主就发现了一具被切断腿的尸体 联想到之前的路他们也明白了 很快有一个陌生男主回到了这里 男主也知道这货不是上场 一路举枪将男主给赶走 但男子显然不想走 最终男主只能一枪过去 不管男子说的多可怜 但为了自己的家人 男主只能这样做 事情告一段落后 前妻开始教眼镜男开车 开着开着 两人真的在车上开车呢 男主其实也知道这件事 虽然心里有些不好受 但他也知道 前妻要是能跟眼镜男在一起也挺好的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发现米夏不见了 安雅原以为 米夏因为自己阻止他去找保莉娜 跳入到湖里 可不管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的尸体 甚至车子还少了一辆 最后我们才知道 米夏确实开着车子 去了之前大胖他们发生车祸的地方 准备寻找保莉娜 而此时的保莉娜被自觉的继母给坑了 因为当下的使用 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的 大胖不忍心 只能将孩子拿去按照 最后防让妻子发疯了 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放出了那个被关起来的老妇 最后的结果就是挤了 防被关了起来 老妇甚至农装夜魔 准备和大胖发生点什么 还好此时米夏赶来 虽然脚被捕兽夹给夹住了 但他手上有枪 准备将捕兽夹的链子给打断 枪圣经扰了大胖的好事 大胖也趁机将老妇人给打倒 终于他们逃出来了 而此时男主他们所在的湖边 竟然有一架飞机坠毁 甚至还有一名感染的幸存者 因为语言不通 双方沟通起来相当的吃力 得亏他劫持到吸引技能 引技能可以免疫病毒 最终男主一枪过去 前妻希望引技能留下 但引技能还是想要去拯救更多的人 至于大胖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名神父 大胖的妻子想要给去世的孩子点一根蜡烛 而米夏竟然决定在这里和宝丽娜结婚 这次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宝丽娜 宝丽娜也并没有拒绝 最终他们回到了湖边小屋子 男主等人非常开心 可就在此时屋子发生了暴战 男起了熊熊大火 而外围还有一群带着防护面罩的人 显然故事还将继续 到这里第一集的故事就结束了 而本剧还有第二季 其实第一集主要讲的是灾难爆发 人们物的生存 不断的逃亡 以及人性中的仇恶 那么这种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 后续我们会抽时间更新第二季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